柯文哲在创党之前就提到 台湾民众党允许双重党籍 那国民党和民进党对此是表示反对的 不接受党员有双重党籍 若是党员要加入台湾民众党 需要声明退党 否则呢将会依照情形开除或者是撤销党籍 那柯文哲对此也是批评蓝绿心胸狭窄 纽教授怎么看待三方的表态呢 基本上我觉得三方的表态 都有他立场的一个支撑 我觉得都一定程度的合理 那柯文哲希望能够有 容许跨党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建构一个自诩一个柔性政党的 一个台湾民众党 我觉得他希望能够创造跟国民两党 在台湾民众心目中间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隔性 因为毕竟国民两党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刚性的一个政党 那所以呢他今天台湾民众党 如果是一个柔性政党来讲的话 会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区隔的一种效果 或许也能够某种程度的诉求 民众加入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至于国民两党 为什么会寄出严厉的一个党籍 严厉的一个党籍 你今天如果去参加台湾民众党的话 可能会遭到开除党籍 这样的一种惩罚 主要来讲的话 是第一个原因就是 国民两党坦白讲 他其实是惧怕柯P的 因为柯P在拓票的一个能量上面 其实相对于国民两党的话 他的开创性可能更足 意思也就是说 一般我们都会认为就是 柯P他开辟中间选民选票的一个能量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柯P有吸纳蓝色选票的一种能力 柯P也有吸纳绿色选票的一种实力 所以对于蓝绿两党 国民两党来讲的话 柯P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蓝绿两党其实都怕柯P 所以会在这整个的一个 禁止跨党的一个部分 去把它祭出明显的一个党记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部分 这个部分当然是其来有志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也在防堵一个 郭台铭跟王金平 可能出走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